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众所周知啊,肝脏呢,是人体的解毒器官 时间长了呢,肝脏也难免续集一些毒素 今天啊,李医生来给大家介绍几种呢 比较常见的肝脏解毒丸 可以呢,给肝脏去去毒,给血管洗洗澡 首先来看,硫磅 形式山药的硫磅呢,有着东阳生的美称 硫磅茶当中啊,含有很多的硫磅肝和木质素 其中呢,硫磅肝源呢,既能少除人体的毒素 还能呢,对人体进行补养和调度 阳肝的效果呢,非常的好 除了给肝脏排毒 硫磅肝呢,还可以进化清洁人体的循环系统 呼吸系统,消化系统 以及呢,泌料系统 第二,葛根 葛根是很好的副肝食品 对于呢,脂肪肝,酒精肝都有很好的康复作用 葛根粉当中含有大量的大肚肝 可以加速酒精的分解 减少酒精对大脑和肝脏的伤害 以及呢,对肠胃的刺激 此外呢,葛根所含的葛根素 能够提高局部的血流量 抑制呢,血小板的聚集 从而改善微循环 葛根具有β受体阻断效应 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影响血浆耳差分岸的代谢 改善血管的韧性 因此呢,具有降压的功效 我们取葛根和橙皮钢品等份 银呢,废水冲泡 盖上盖子呢,闷泡15分钟即可 可以反复的冲泡,直至味道变带 可以呢,很好地保肝健脾,理气化丝 第三,荞麦米 荞麦米呢,在五谷当中 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 其性寒,胃肝,含有的腌酸成分呢 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 增强肝脏的排毒能力 最新的上食指南建议呢 人啊,最好每天呢 能够吃50到150克的粗粮和炸豆 平时呢,大家在做白米饭的时候啊 可以呢,抓一把荞麦米,铜子 既可以增加粗粮的比例,补充营养 还能促进新陈代谢,炎莲益寿 第四,乌梅 乌梅啊,不仅可以呢,生经解渴 还能够啊,加长肝脏的解毒能力 促进消化吸收 皇帝内经中记者呢 酸,日干 乌梅啊,味酸 对肝脏呢,有益处 准备呢,乌梅,山楂,各三个 冰糖,盐和水适量 将山楂和乌梅呢,放入水中 并加入适量的盐和冰糖呢 泡半个小时之后呢 大火烧开,转小火 再煮30到50分钟啊 搬茶饮 可以呢,护干礼器,饮火归盐 好了,朋友们 看完了,记得帮李医生 在视频下方点赞,订阅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都是啦,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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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